对于带有中间拉手的抽屉柜面板模型,通过Statchip进行直接的缩放会有很大的问题。 例如,中间部分的拉手模型会产生变形,木纹的纹理比例也会随着缩放跟着发生的形变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把模型制作成为动态组件门板模型。 左右缩放,中间的拉手可以保持固定的尺寸,上下缩放也不会对模型产生不合理的缩放形变。 木纹也保持了正常的比例效果。 其中要实现纹理的比例不变形,需要结合StillFix比例修复插件进行缩放。 这样我们就无需担心使用动态组件,出现纹理错乱或者变形的情况。